那男生都有拿獎狀 玉婷她就在旁邊看著這樣 那是大比賽 身穿紅色上衣 戴著細框眼鏡的文靜女孩 沒有人不認識她 她是奪下奧運金牌的 台灣權後林玉婷 不過其實她以前 可不是比賽中的常勝軍 五六年級140左右 所以那時候身材條件不是很好 像平常跑步的時候 別人跑一步 她可能要跑兩步 國小的她 在班導師啟蒙下 開始接觸田徑 在學校爆發力速度表現出色 60公尺短跑 還曾跑過8秒多 比一般同齡的女生 快1到2秒 很有運動天分 不過因為身材瘦小 大獎總是長落別人家 她是唯一的女生 然後剩下是四個原住民的男生 一定會比不上 但是她就是不放棄 林玉婷上進不服輸 訓練菜單全都跟一起訓練的 男同學同一標準 為自己打下紮實的運動底子 不僅會運動 班導師說她的功課還不錯 有時還能考進班牌前五 因緣際會下國中改練拳擊 改變了她的一生 場上拼勁十足 但私下的林玉婷內心很溫柔 看到林玉婷近期承受的謾罵 班導跟教練說真的很不捨 不過也讚賞林玉婷一路撐過來 成為後輩的最佳榜樣 覺得這麼善良的小女孩 然後還承受這麼大的壓力 所以就算我再辛苦 我都要跳出來講話 我想給一些運動員 沒有堅持下去 很多運動員她都沒辦法堅持 玉婷今天所以可以拿到金牌 是因為她堅持 林玉婷挺過性別爭議 替台灣奪下金牌 也讓台灣拳擊在國際展露 一束光 體育新聞電視頻集 也太北重奪到